我今天就是要跟大家介紹 怎麼樣就是利用人工智慧 然后为我们的健康资料加值这样子 好 那我是公共卫生学系毕业的 那我们的就是从小就知道 这个疾病要早期诊断 那只要早期诊断 就会对这个病人有帮助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传统的 这个早期诊断的这个流程好了 我们就是要系统性筛检 系统性筛检的流程是这样 我们可能会先给一个Screening Test 我们现在举个例子啦 取来说用这个粪便前节检查 然后来看看你的这个大便 有没有血这样子 那这个东西是要检查什么呢 它其实是想检查大肠癌 那这个粪便前节检查 它准不准呢 它通常也不是非常准 那只是说如果你有血的话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Folder Test 那这个Folder Test可能是大肠镜 它做最终的确认这样子 好所以说这个Screening Test 它的这个特性啊 就让我很想把AI用在这上面 它有什么特性呢 它就是没有那么完美嘛 就是因为AI大概是非常困难说 要training到一个什么人类的准确度啊 或者是event自动驾驶车撞车撞人的几率已经比人还要低啦 你可能还是不敢让它开啊 对不对 所以我就觉得 我把AI用在这方面很不错 好那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台湾现在有的系统性筛检计划 这边列了几项啊 好那这边大概我不知道 这边有很多都是癌症啊 那不过就是可能还是有很多人觉得啊 就是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这个筛检服务啊 那这个可是问题是啊 这个系统性筛检的这个流程啊 它受限于这个资源的限制 你必须要很刻意的去让民众 主要说每两年做一次这个大厂的这个 就是粪便前写的这个筛检 或者是啊 你可能要又做子宫筋抹片的话 你可能就是啊 这个就是要提供这样额外的服务 这些服务啊 它不是不好 它是很消耗资源 然后但是它就是增加新的医疗数据 然后来产生screening的价值 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想要思索的事情就是 我们有可能啊 利用既有的医疗数据进行二次分析 也就是你在这个 你在这个就是整个 就是看病的过程啊 你这个所有到医院的访问记录啊 你一定会留下很多资料嘛 那我们可不可以利用这些资料进行二次分析 然后来进行疾病的这个早期的这个筛检 好那我在2016年的时候博士毕业啊 那个时候刚好有一个很重要的paper出来啦 那大概就是我们这边就是 我不会花太多的时间讲 就是说这个这篇paper出来以后啊 这个深度神经网路的这个复杂度 它就够高了这样子 那准确度也开始可以跟人类批敌了 那所以那个时候啊我就觉得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啊 就是这个它特别有突破的地方 可能是在影像分析上 而不是在数值分析上这样子啦 好所以啊那个时候我博士毕业以后 那个当兵当一年的期间啊 我就想说那我觉得之后 我可能要做这个研究领域这样子 好那我这边要来讲一下就是这个 那这样的二次分析这样子的例子 之前其实并不是没有啊 并不是第一个想出来的啊 这个举例来说这个胰臟癌 这个我不知道等一下后面的王教授会不会讲到 那胰臟癌啊它是非常严重的疾病啊 那要对它做系统性筛检 那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好那所以都没有早期的胰臟癌被发现了吗 当然还是有的 反正这大概是怎么被发现的 这个腹部CT啊 它并不是说一定要检查胰臟癌才可以拿来做 你去进急忍室 肚子痛它说不定也帮你排个腹部CT啊 那上次科医师在检查你肚子痛的原因的时候 他一定也会不小心看到这边有个胰臟癌 那是不是就会痛是这样子 所以说完整的利用既有的医疗数据 进行二次分析 这个也可以叫二次分析啊 或是它就是完整的利用 那找出潜在的疾病 这件事情应该是很 就是已经在医学领域行之有年了这样子吧 这个东西叫做四肌性筛检 那就是说 就是影像里面 它其实你每次做一个影像检查 它的资讯啊 通常都远远超过你这个 当初想要检查的目的这样子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 或者是我们可以利用人工智慧 把这个影像检查的潜力发挥到最大 那这样子的话 也许我们就会找到更多疾病的这个早期发现这样子 那这件事情以往是医师来做的 就是举例来说一个腹部CT或是一张心电图 医师可能可以判断二三十种疾病 那这件医师所做到的事情真的就是极限了吗 这边以心电图为例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心电图最典型的应用啊 是用来这个筛检这个atrial vibration心房战动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这是正常的心电图 这是心房战动心电图 这个我想啊就是基本上 你就算你没有受过训练啊 这两张图这个的差异啊之大 就是大概就是非常明显啊 这个所以说啊这个当然是很容易就看出来啦 那这个右边这个是高斜甲的心电图 这张图哦如果你不仔细看 我如果没有把这些地方说什么 它的T波比较高 给它标出来 你可能就很难判断 它跟这个正常心电图差别到底有多大 但是这个啊这个是教科书上有写的 就说这个心电图其实是可以看高血甲的 那要怎么看这样子 好那可是问题是这个教科书上没有写的 难道它就不能检测吗 举例来说像心脏衰竭 心脏衰竭啊这个病人一定是 大概我们从学理上来讲 这个病人啊就是心脏功能不好 啊水肿会很严重啊 这个手摸了到处都是 啊水跟导电电有关系嘛对不对 啊看起来应该要有关 可是问题是书上就真的没有写 那他真的做不到吗 在经过2016年以后的那个 就是深度学习的一个突破了以后啊 像Emmel Clinic来讲 他们这个就在这个2021年的时候 他们其实2019年就发现 这个用AI心电图可以去detect心脏衰竭了 发在National Medicine上 那这是他们这个2021年先review了一下 就是在这一代的近代突破之后啊 这几种疾病啊都是 几乎在没有AI以前 心电图很难被想象说 原来可以看得出来啊 可以看得出这个 震发性的心房战洞 你以前你是要做24小时以上的连续监测 才能检测出来的东西 现在说可以把它detect出来 low gestion fraction 就是刚刚心脏衰竭的这一种 或者是一些心脏半膜的疾病 那如果能够利用AI 那把这些就是 就是在他检测心房战洞的时候 就是screen心房战洞的时候 进行二次分析 找到说你可能有心脏衰竭 你可能有半膜疾病 那这样就是早期诊断了嘛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继续看一下 那这么好的成就 它实际上要怎么做出来呢 它这个是training AI的流程啊 它其实是 就是一个很 就是很资源耗费的一个流程啊 正常流程是这样 你要先收集很多很多影像 那举例来说 你收集很多张心电图 你需要把它做一些annotate这样子 好这个 然后接着做training 那就是那training的部分 可能就是 反正交给工程师嘛 这个难度没有那么高 但是收集资料的过程 其实是非常辛苦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注意 AI的paper 通常需要几个样本 可能通常 我觉得1万已经是一个minimum的数字了 1万这个数字 现在听起来不是很多 对不对 大家可以尝试 从1数到1万 可能多半没有人耐 有耐心数超过1000啊 就是所以其实是一件很大 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了 所以说这个training is AI 我刚刚看 原本想说 AI好像可以解决很多事情了 但这样一看 好像 其实代价还是蛮大的这样子了 好 所以我们的解决方法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 我们解决方法是 我们的电子病例系统 其实也差不多就在2016年那个时候 有做一些就是 就是全面的重整这样子 大概就是 本来这个资料 它可能是散在不同系统上面的 那现在我们都把它整合在同个系统了 全国国境医院都有做这件事 所以现在每一张新电图 在我们的医院都可以对到特定的人 有一张有个特定的时间 写一中的 举例来说 甲离子浓度 在检测的时候也会有特定的时间 特定的value 特定的人 这样子 我们可以很方便的 透过merge 把正负一个小时内的 心电图跟甲离子浓度 merge在一起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产生了一个 annotate database 用甲离子的浓度去标注这个心电图 好 你会损失非常多的样本 像我们医院可能有超过100万张的心电图 但是可能只有10万张心电图 正负一小时内有相对的甲离子浓度 可是它就很方便了 对吧 有 确实有很多疾病 你没有办法透过这个方式 把足够多的annotate database拿到 但是 就是你可以透过这种方式 应用在所有的 你的医院的这些structure data上面 你可以去merge ECG跟 这个echo cardiogram的这些结果啊 你也可以merge其他 我大家提的这个结果 你就得到了数百个 ECG的annotate database 那同样的方法 你也可以得到数百个 胸部X光的annotate database 而你需要的只是 但是不断的用AI去探索到底 ECG跟甲离子有没有关系 你可能要花一张GPU7天的时间 再花一张GPU7天的时间去探索 ECG对这个TSH有没有关系 那我们现在在这一步上面 它就从原本的那种开发流程 它是Hypersist Driven的 我们先假设什么东西可以被 什么病可以被什么检查看出来 变成有点像Data Driven的一个方式 这样子啦 好 那我们这样search以后 我们就当然就完成了 我们的ECG AI的这样一个专案啦 那我们选择ECG的原因啦 就是作为我们第一个project的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 就跟我们刚刚最前面讲到的 我希望他所担任的角色 是一个screening的角色 而不是一个folder tester 就是确认性检查的一个角色这样子 那所以我需要找一个常用的 然后简单的 最好还要information多 所以我们第一个就选择心电图这样子 这是我们所做的correlation research 就是心电图对任何 这边有任何一项的 比如说对Gender它的AUC是0.982 对age超过65 所以AUC是0.939 这边有一大堆list这样子 那我们透过这样子算完之后 我们唯一需要的就是 我们再来选择那些准的 它有高应用价值的 我们再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这样子的方式就可以省去 就是就可以避免 这个hypathy driven的研究 当你辛苦的收集超过一万份的资料以后 最后你发现correlation不高 它其实AI是看不出来的 我这边可以举一些我们已经失败过的例子 所以用non-contrast CT 想要detail to outtick dissection 这个大概就是非常非常困难 但是这个一开始讲的多么的美好 说这个做出来的话对人类贡献有多大 做不出来就是没有办法 好 所以 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这个系统 目前就是已经可以预测超过50种 这个就是 就是不同的 用一张信念图可以检测超过50种的这个疾病这样子啦 或者是波形这样子 好 那这个 那就是下一步 我们要遇到的问题是 好 我已经这个model已经建出来啦 可是我刚刚说我们想要 真正想要impact的 是希望能够早期诊断出一些疾病嘛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我们就必须试着去把这样的系统融入到这个 这个就是日常的这个照护里面 那怎么融入咧 这个唯一你如果需要融入的话 你做完检查之后 你一定就需要AI的再次分析 那分析完之后确实是重点啦 你要通知这个讯息给 不管是医师还是病人 因为他得到这个information 他知道自己是high risk之后 他才有办法做一些改变嘛 对不对 所以你发送警报了以后 你才有可能后续做介入 那预后才有可能改变 所以这一个 这个alert system 他其实是一个关键这样子 在我们医院过去几年努力啊 大概2020年以前 这些系统大概都已经 就是完成了这样子啦 我们可以透过非常多种管道 去把AI的这些information 把这个资讯带给这个第一线的这个临床医师 或者是病人这样子 你透过你把这样的系统建立好之后啊 你其实是非常适合 直接来做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在座如果是医学领域的专家 可能都知道说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就是最高等级的证据啦 而且很花钱很花时间 可是利用software based design 做这个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一点都不花钱啊 为什么咧 你可以这个 请这个 有login 这个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的user 作为 这个 那个participant的样子 那你可以直接 先randomize好 某些账号登录进来 看到就是version A的 这个system 某些账号登录进来 它就是原来version B的system 那version A有AI support version B就是本来那个样子 还没改版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比较 是不是version A的这些user 他的病人 或者是他就是病人本身 他有更好的outcome 那这样子你就可以证明 这个AI介入临床之后 他真的改变了这个医疗 这样子 好那我这边举几个我们的研究啦 首先第一个 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 做一个高斜甲检测的这个研究 就是 这次还是一个retrospective study 这比较早一点 那这个study到底 发现几个重要的事情 就是这个 我们高斜甲就是很准嘛 这个 那有做一些人机竞赛啊 然后这个外部验证 结果也不错这样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结果 这个还在投稿中啊 这个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反正就是有一半的病人 他是属于有AI介入 AI介入什么呢 一旦你做完 在急诊做完清淀图 AI第一时间判读 如果发现有高斜甲 或发现有低斜甲 我就发警报给照顾你的医师 那医师可能就会为你提前治疗这样子 好这就是我们的结果 primary outcome 这个intervention组 我们针对他的这个疾病严重程度 就是ECG的potassium level 把它分出来 在右边这一侧 他是高斜甲 越靠近右边 他的疾病严重度越高 你可以看到真正 当然越靠近右边越严重 不管是control组 还是intervention组 这个医师用药比例都会比较高 不过有一个很大的 有趣的事情是 差距最大的其实是modulator的那些病人 mind to modulator的那些病人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这代表我们AI真正有效的地方 是那些早期轻微的那些疾病患者 所以AI介入以后 他可能真的就是有影响 这样的一个发现之后 我们每一个randomized control try 都重复发现同样的结果 再让我们到第二个randomized control try 我们最近发表了一篇 就是用AIECG 预测ocosmortality 把它介入到实际的临床里面 试着看看能不能降低院内的死亡率 这篇发表了natrium medicine上面 他的design跟刚刚前面非常像 也就是我们 一旦这个病人做完心电图之后 AI就及时的分析 如果发现这个病人好像有 这个就是好像有这个死亡率很高的这个倾向 不管医师知不知道 当然有时候我们会收到一些反馈 医师会说这个病人快死了 这个我也知道啊 他就已经住在ICU里面了 不然你还想怎么样 对不对 可是有的时候 就是会发现 这病人看起来好好的 医师也不知道要怎么办 那收到简讯之后 他可能就可以去 本来每天查房子看他一次 但是收到简讯啊 那怎么办呢 那我就每天去看他三次好了 那可能就有些改变 并且会为他安排更多的 这个就是举来说 就是连续的监测啊 比如床边 床边心电图监视仪 本来没有帮他摆的 就帮他摆上去了嘛 对不对 本来没有想要帮他安排 一些进阶的检查 就安排了 或者是直接让他去组ICU这样子 我们的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的结果是 这样的一个介入 overall来讲 降低17%的mortality 院内mortality 这个然后high risk那一组 直接从23%的all cost mortality 降到16% 那这个降幅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这就透过一个简单的AIECG的二次分析 那当然啊 这么一个简单的分析 他如果没有搭配后面的那些intervention的改变 他是不可能可以达到这个效果的 这是我们的次要重点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啊 在high risk这一组啊 intervening组比control组 有更多的ICU的admission 有更多的这些echocardiogram 或者是PBMP的检测 这边有一个amino-duron usage 这个并不是说以后医师看到这个病人有问题 直接就给他用amino-duron 这个药是一个marker 是检测出Prosismo Ultra Fibration的marker 因为啊 这个药是需要 这个药有些适应症 就是你需要这个主要是会发现这个很严重心律不诊啊 像VT VF啊 或者是这个Prosismo Ultra Fibration with Rapid Heart rate 这样子啦 那你如果没有ECG的床边monitor 你不可能提早发现这些东西 然后不可能去用药这样子啦 那用了药这个病人 如果那么严重了心律不诊 你能不能及时发现盲用药 通常Hardless可以被control的啦 所以这样的结果就告诉我们 为什么死亡率可以降低这么多 好 那接下来我再跟大家分享另外一篇研究 就是我们在这个 我们一样用AI心电图 来去detect这个极性心肌梗射 就是其中最严重的一个亚心啊 就是Stami这样子 好 那大概这个是心电图 本来就可以看到的一个 就是本来就可以看到的一种疾病啊 那这个介入了以后啊 我大概想当然了啊 这个就是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试验怎么设计的 我们试验进行一年的期间 介入了主要群体是值班的心脏科医师 值班的心脏科医师 有时候有几天在这一年的期间 有一半的天数他不会收到简讯 半夜不会有人骚扰 其中有一半天数半夜会被骚扰 半夜有急性肌梗射病人进来 他就会手机收到简讯 会有个LINE群组去控制他这样子 那这个如果没有简讯提醒的时候 那半夜不是说就不会有人骚扰了 急诊科医师可能还是会骚扰他这样子 好但是说intervening group 他就多一个人骚扰 那大概可以想象了 这个介入这个就是时间可能就会降低嘛 对不对 因为急诊科医师他如果想要 这个就是他如果要打电话给心脏科医师之前 他要先看到那张心电图嘛 那AI一定看得不太快 那可能他还要打电话给这个心脏科医师嘛 他搞不好还要找一下今天到底值班的是谁啊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的primary outcome非常明显 这个door to balloon的时间 就是治疗等待时间 下降了14分钟 这个是非常容易可以预期的 就是你几乎不用做 你就可以知道一定就是这个样子 那AI的准确度当然是很高了 这个就不用讲了 好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发现是这个 就是在急诊的病人里面 intervening组比如control group 发现了70个跟67个个案 这个差不多这个很正常 因为急诊的这个医师大概很难 missdiagnosis 可是住院的病人就不一样了 住院的病人在intervening group 发现了7个 那control组只有一个 那这是真随机分派 这绝对不是什么有意愿没意愿这种 就是真随机分派 这control组那一个 那绝对就是有什么问题 可能就是潜在的物诊这样子 好我们来翻看这7个人的护理记录 我们看一下 就按到上页 7个人护理记录 我们来仔细看一下 病人说自己胸痛 告知直办医师XX 直办医师请他做行电图 做完之后直办医师表示没有急性变化 然后CV总理师就来了 这个如果没有简讯介入 没有告知 就是后线的直办医师 如果没有收到AI的讯息的话 这个病人多半就会被再对放久一点 然后搞不好某一天晚上 他就这个猝死了 就结束了这样子 那所以说 这个AI这个介入 他其实就是增加早期诊断 减少时间 这个是当然的 他也有可能发现潜在的物诊这样子 好 那这得很多奖票过好了 那我们不是只有做这个就是 我们不是只有做这个心电图 我们其实也有在做胸北X光的研究啊 只是比较晚一点这样子啦 就是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最近一个 比较就是 就是比较 我觉得比较好的randomized control 就是用AI胸北X光 来预测这个骨质疏松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design 我们design就是这个样子了 这边有4万个病人 这4万个病人啊 在2022年的时候 有很多人都有做过胸北X光的检查 那我们在2023年1月1号的时候 我们就再次回头分析一次 他2022年一整年的胸北X光 那我们最后AI就告诉我们 其中有4912个人 他是high risk of osteoporosis 那这样的病人我们就 就把它randomize成 screening group跟control group 那screening group我们就offer 他免费的DESA检查 那然后那他就可以进来做确诊嘛 对不对 那我们研究的primary outcome 就想知道啊 那有这个AI support 比起没有AI support 在半年的追踪时间之内 osteoporosis的new onset 这个diagnosis rate 有没有增加这样子 好 那我们来看结果 先看我们打电话 通知了2400多个人 其实只有很少人 愿意回来进行免费DESA检查 那不过这个我想 这个其实是一件 我觉得蛮正常的事情 因为我们后来发现啊 这个肆癌篩检推了这么久 其实这个接受率也差不多 就是30%到50% 每一年啊 每一年啊 这个是半年啊 所以可能也差不了多少这样子 好 那最重要的事情是 回来的这些人里面 75% 真的都有骨质疏松耶 就是我们做DESA之后 发现都有骨质疏松 而且其实是 不管是 即使是年轻男性 你回来这个比例差不多 也就是这么高 好 那这个 然后并且啊 这些人里面有 31%的人愿意自费用药 这个结果非常的 让我们非常impressive 这股质疏松药 其实是非常非常贵啊 反正一定超过1万块以上 有时候要10万块以上 那我们大家想一下 那个DESA检测要多少钱 可以跟你们讲700块 这个 我们每出4个 就是2800DESA检测的钱 那这个 就会有 三个病人真的有病 那三个里面 其中一个 愿意花非常多钱 去这个 就是用一些 这个自费的用药 这样子啊 这个 所以股质疏松院 下个月要成立 骨质疏松中心啊 好 然后这个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真正这个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的结果 好了啦 就primary endpoint Nuance set的骨质疏松 比起这个 screening group 比起control组 要增加11倍 这样子 好 这就是说明 这些control组绝对就是有一堆uncle diagnosis 嘛 那所以说 我们就 我们透过AI 确实就是 把它诊断出来这样子 好 那这些 这个是我们的subgroup分析啊 我们可以看到 年龄大于65岁的一些女生 在这里 它多半是我们认为 它是有traditional risk factor的 这些人 它本来就被高度怀有骨质疏松 AI对它介入的效果 是7倍 而对男生 或者是小于60 年轻女生 AI对它介入效果是25倍 为什么效果好这么多呢 主要原因就在 不是screening group的差距 只有一点点 主要是control组有很大的差距 control组 因为男生或者是小于65岁的女生 没有人觉得自己会有骨质疏松啊 对不对 所以根本不会有人去做检测啊 即使没有AI的介入 那65岁以上的女生 那这个 他当然就会有这个sense说 我可能有骨质疏松 我可能会积极的去做检测 即使你没有收到AI介入 好所以说 这个结果又再次说明 我刚刚讲的一件事情 AI再次分析 四季性筛检的这个应用 他其实对于那些早期的Mind的 这些疾病患者 他其实更有帮助 所以说他其实价值是很大的 不是说单纯的只是数字 说多诊断的 因为他诊断的都是早期的这样 好 那所以啊 我们预期啊 未来的这个 就是未来的这个四季 就是四世代的医疗照护系统 他可能会长成类似这个样子了 就是病人啊 进了医院这个看病了以后 他留下很多医疗数据 那医院呢会帮他检查出一些 这个疾病 毕竟医院也不是吃素的嘛 对不对 可是当这个数据汇总以后啊 也许是在 现在所有全国的医院 资料都会到健保局里面啊 那也许会有AI啊 进行这个二次分析 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疾病漏视了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 这个就有更多的疾病 可以被早期诊断出来 那未来啊 我觉得就是 当这些四季性筛检的全部东西都成熟了以后 可能 看病人模式 变成每多久要做一次 类似健康检查那样 哦我这个 心电图过期啦 这个一年要做一次心电图 那我来补做一下心电图 我来补做一下胸部的光 我来补做一下CT 类似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这个 这样我们再讲一下下个阶段好了 这个 可 利用单次影像进行二次利用的刺激性带模式 就很有用 那下一步是什么 我想大家都可以想到 这个医疗数据不是只有影像啊 对不对 更何况不是只有单一影像啊 那些单一影像的model做得非常好 可是我们其实需要的是一个基础模型 我们现在这个就是 像这个TradGBT这类的large language model 它其实有能力接受 multi-modality data 这就是所谓的基础模型 foundation model 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基础模型 它可以接受任意input 而至于它的output要预测什么呢 我们就可以透过刚刚的这个 hypothesis-free的这种 data-driven的方式去search出来 那所以我们必须要去training 这样的一个foundation model 我个人认为这是台湾未来很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啊 那这个基础模型training出来之后 它的实际上应用方式 我跟大家举例一下 任何一个病人到了这个医院 他只要留下任何一个记录 foundation model 就应该可以帮他抽取一个高阶特征 那这个高阶特征就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应用 那这个高阶特征可以怎么用呢 你可以去配对 这个高阶特征 这个病人j i跟tanj 它可以对应到很多desease 对应到很多重要的临床的value 对应到很多survival event 你可以去做无假设的搜索 然后找出那些关联性 就有更多的疾病可以被诊断出来 比如说以癌症来讲 我可以跟大家报告 癌症我们当然是有做 用心电图也做过 用胸部X光也有做过 就是都不准啊 所以说就是没有办法 就是所以一定要有类似这样的foundation model 整合所有的数据之后 也许这个问题才有机会被解决 他也可以拿来被做digital twins 因为啊 你刚刚把高阶线量抽出来 你就可以发现 2024年的林青 可能等于2021年的 就来说这个林所长类似这样子 那他过去的故事已经发生过了 你就可以看看他的病例 看一下我要怎么治疗 结局可能会不一样这样子 那这种foundation model要怎么做呢 我们来看一下 已经这个很容易看到的这个 就是这个Track GPT 他实际上是怎么样做出来的 他有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pre-training 你需要非常多的database 就是去做什么填字游戏啊 之类的去做pre-training 后面你需要一个指令集 去做fine tuning 那这个 这个pre-training这样一个模型 我刚刚讲基础模型 就是那个pre-training的模型 他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这边 修一些我们的pre-limitary data 我们现在 用熊布X光 跟他的这个 就是 报告 做这个对比学习 也就是这个model 就是去认说 这一份熊布X光 它的报告是这一份 就是做连连看这样的游戏啊 这样的连连看这样的游戏啊 我们把这个vision transformer 把它拉出来 fix through它的参数 抽取它的高阶特征 然后做线性模型 我们发现了它的准确度 非常非常的高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果好了 紫色的线是我们的model 黄色的线是其他人的foundation model 绿色的线是传统的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foundation model加上linear model 只需要128个sample 而128个cas加上384个control 500个sample 它得到的平均AUC就是0.903 这是什么level呢 这是100万个样本 training 那个traditional的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得到的这个准确度 在其他 也不是只有radiology的这些标签有关 这个echo cardiogram的标签也是有关 所以说我想我们应该要training foundation model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认为基础模型是国家战略 我们这边即使是这个large language model 这种有大量的open source data 可以让各个科技公司去发展的这个model 我们国家仍然要再training一个 为什么呢 因为你去用别人的model 你就容易遇到这种事情 这个大概是前几年一个很有名的新闻 就是这个总统是习近平 我们国家就是没有办法接受 对不对 所以就是要training一个自己的 这个foundation model 那这个是科技部发展的 为了这个国家台湾繁体中文的大圆模型 他去code一个大计划这样子 那我个人认为这个医学也非常需要 因为这个医疗资料 其实他是非常困难出现一个大公司 去搞出一个大的这个open model 那这个然后再给大家用的 这个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这个目前看不出这个可能性 那另外就是啊 即使你有公开模型 这是台湾的医疗特性 可能也跟其他国家不一样 像我去英国参访的时候 人家跟我说他们的病 他们的病人到医院的机会非常非常低 这个因为要经过层层的转整 最后才能到大医院 所以他们一旦到了大医院 留下数据 那就没有适机性检查的可能性了 因为所有的检查都会被排完了 那这个不像在台湾 台湾看病就很容易 所以你就会留下很多检查的数据 那你就有机会进行二次筛检这样子 好那这个感谢长官的支持团队的努力 我好像有超过时间了 好谢谢大家